6月6日位于洛杉矶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将一封信函分别送到博讯的邮进信箱和主宾的住处 博讯网称该律师韩大意是维护张子怡小姐的名誉 只称博讯的报道是恶意和错误的 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要求博讯撤出有关报道交代信息代言 向张小姐赔礼道歉 对张小姐的损失做出赔偿 博讯网的回复就是这样的 博讯关于张子怡小姐的报道 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 只是发表了其相信是真实的信息 这个信息来自匿名 信息源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及相关案例法的保护 博讯有责任为这些信息源保密 因此博讯不会删除有关文章 不会道歉 不会透露信息来源 不会予以赔偿 张子怡这一次针对博讯还真是胜算不大 博讯网回复说 其相信是真实的信息 这个肯定是找过律师了 美国是需要原告提供证据 只称记者是蓄意诽谤才能够成立 那么美国信法第一修正案又是什么呢 这个修正案禁止制定任何法律 以确立国教 阻碍信仰自由 剥夺言论自由 侵犯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干涉或禁止人民向政府和平请愿的自由 这个法律条文是很抽象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类似的案例 多伦多星报曾经报道过一个居民反对 安省商人葛兰特扩充一个高尔夫球场的计划 这个居民是这么说的 所有人都认为这已成定局 原因是葛兰特的影响力 特别是他与夏利斯的关系 这个夏利斯就是安省的前生长 葛兰特在看到这份报道的时候就很生气 状告星报诽谤 认为这不是真的 加拿大的高等法院2009年12月做出裁决 他认定记者在报道这个热点事件的时候 做出了认真负责的报道 即使无法证明事件的真伪也不能被控为诽谤 这个案例与博讯网这个例子是很相似的 因为博讯网是说他相信张子怡赔税是真的 所以即使他报道的这个事情不是正确的 博讯网也不是蓄意来诽谤张子怡 张子怡是很难打赢这场官司的 这是新传之一的报道 这是新传之一的报道 听到马拉伯 李师二来说 为什么奥金兰特有机的 第一个案例子 有人说他进入专制宗教 正处于危险之一的 大一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